國家林寬 北部館古板林寬藝術 像多少 在十二月的青梨 那就是明材就要來起告 來自家紀的軍局團 這次要來演出 丹文生的政民地 透過許可當中這三位 關鍵的政令 去思考 命案當年 到底是如何發生 有望說可以透過許可 去倒出自驚代替的模様 就是他可能自己內心有他 他想要掩蓋的東西 這次的軍局團要在 整個關係所省外 在演出丹文生的政令地 由丹文扮演代代丹文生 明案當中的三位關鍵正前 要找出明案的真相 但是經過這麼多 當時記憶漸漸變得普遂 真相不可能找得到 不管是長大也好 甚至是老去到死去 往後的人生 他究竟應該怎麼過 是我想要透過這個創作去提問的 但文生出事在感染時期 197年代代送後的筆記 後來去到美國留學工廠 因為一個電視粉絲 一直很關心臺灣的民主議題 後來198年回來臺灣 七個粹子 讓經費總部帶去約 檢查後 即將在臺灣就發現他的失態 過時是再三十一歲 不過到達有關 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教團的結束總監政委 在衛傳統在的年代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受難者 臺灣的民主法經歷過非常複雜的歷史 軍教團表示 這次推出但文生的政兵 第一重點不是要去說 誰對誰不對 願望透過許救 讓大家去思考 了解這些歷史創造 後來我們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記者路上主 鄭純悠 台北報道